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8月28号,星期天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减肥股 今天我们做一期中概股退市风险的分析专辑 今天关键的一期是中美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那么中概股退市的风险已经解除吗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 那么第一点,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 实际上就是昨天吧 美国会计监管机构有望前往香港检查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 北京的证券监管机构正在安排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及会计事务所 将审查底稿和其他授举从中国卷移到香港 那么签署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是双方在解决中美审计监管合作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双方依法对共同监管范围内的会计事务所 开展日常检查和执法合作进入了监管合作机制 那么为下一步 双方在符合各执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对等高效开展合作电键的基础 那么这样符合资本市场监管合作的国际通用做法 那么第二点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达成是否意味着 中概股致美退市的风险已经解除呢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看一下中美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双方通过加强合作解决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 迈出了关键一步符合市场的期待和预期 那么下一步双方将根据合作协议 对相关会计事务所合作开展日常的检查与调查活动 并对合作效果足其客观的评价 那么如果后续合作可以满足搁置监管的需求 那么这有望解决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 从而避免致美被动退市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只能说迈去了很关键的一步 实际上这里头大家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前一段时间那个中石油 中国纽约还有很多的国企 都是主动的从美退市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像这种中国比较大的国有企业 不可能就是说受美国这一个监管机构来监管 这也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国有企业 主动退市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对一些纯粹的一些失营企业 那么就是说退市的风险应该是比较小的 所以而且现在这个中国股市都在非常低的位置 如果你自己做一些基本面的研究 或者说对公司的内幕比较了解 你觉得不会退市的话 有一些我们等会要看的 那么现在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你可以减仓的机会 好了我们很快的选几只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中国股的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金科能源 那么金科能源这一波 你可以看 它正好在这个地方没有过 你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比较大的又圆弧底 很明显它这个景象是没有过的 就被打坏了 那么打坏了 目前进去来看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 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实际上也是 这个下层去出现 它很难过尤其是这个跳风缺口 那么我们从近期来看 它礼拜五收了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称为吊人线 或者说是一个墓碑线 这个是非常看跌的一个看样形态 你要从这种看样形态来看 它这个礼拜一下午里面还会往下跌 所以说而且它这个主要的原因 大家看一下 它礼拜五最高点来的这个重要的支撑位 同时也就是前面这个跳风缺口 这个地方的阻力应该是非常强 而且它正好靠近了这个下层去出现 所以形成这个看样形态非常的不看好 非常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你没有昌吻你可以等一等 你看到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上层去出现 也就是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下层的附近 但能站稳的话就是个比较好的紧张点 我们再看一下好未来 这个是一个这个股票目前涨势非常的猛 它这个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大家看一下 它每一个这个地点都比前面这个地点高 每一次的这个高点都比前面的高 所以形成了一个往上走的这个趋势 这是从比较比较短期来看 而且这个量也比较大 所以这个走势应该还没有完 但是你要从大屁股里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 它曾经最高最高的时候 来了个90块9毛利91块钱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说 目前这个价位非常非常低 它还在了大底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说目前上面的阻力也是比较大 所以像这种股票好未来 它主要是做一些科教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股票 那么如果说这种公司你觉得它不会受监管机构 最后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监管机构 因为它没有一些牵扯一些国家的一些核心机密 就是说它上一波退市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方面对这种中小学教育 这种监管政策比较严厉 所以造成了 所以你要是觉得它不会退市 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减仓点 尽管它已经上升了很大 但是我们刚刚说过 但你这个高点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我们说它这个打底 这个横有多长 它数字有多高 所以所以这种我们说这个中国股目前既有这个风险 也有机遇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唯一品汇 这一个也是非常明显 从大的皮股来看 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一个头肩顶 它基本上回到了这个最低点附近 那么我们看一下近期 那么近期来看 它也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 它每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高点越来越高 那么低点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目前来看 它这个走势也是比较强势 那么当礼拜五的时候 它尽管收了一个英镑 但是还是上升的 所以这种股票我们看一下均线吧 你从均线来看 如果说这不是个中代股 就是说应该 它任何一个回调 你比如说礼拜五 都是个非常好的进场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些短期的均线都已经张口了 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头排列 这个是连线 这个是半连线 这个是季线 生命线 这个是月线 十天线 五天线 现在它这个连线也开始走平了 所以你从这种技术面来说 它这个走势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多头排列 就是说 所以礼拜五这个回调 就是个非常好的进场点 唯一的风险 你要评估的就是这家公司它会不会 有没有退市的可能性 或者说退市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这一个就需要你自己去看下这个公司的一些产品 是不是也牵涉了一些国家的一些机密 或者是一些国家机密数据 所以这些中概股 我刚刚说过了风险也大 机遇也是非常高了 我们再看一下富途控 那么这个股票目前来看 它正好来到了中间 它短期来看 形成那个受限三两形非常非常的明显 它每一次这个大家看这个上升秋势线就是这个低点 比前一波低点高 那么高点比前一波的这个高点也要高 但是目前来看 我们说受限三两形 它目前正好在选择方向 它来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它礼拜五尽管是上涨的 但它受了一个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英镑就是说 它很明显是这个阻力线附近 受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这个位置离这个上升去 这个受限三两形的上延也不是很远 所以说你没有仓位 没有买的这些低点的 你再等一等 它很有可能 礼拜一会继续冲这个颈线 即使过了这个颈线 它上面这个上延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这个阻力也比较大 所以往上的空间实际上不是很大 你等到有没有可能回调 回测这个上升趋势线下延的时候 这个受限三两形 你再考虑进场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再看一下未来 这个是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这个电动 汽车的这个龙头就是说 实际上目前这个走势非常的弱 大家看一下 它内市上最高拿到67块钱将近 现在才20块钱不到 所以我这里面给大家画了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线 它实际上近期已经非常接近这一根线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它大概的时间应该是过本的这根线 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实际上离这个下降趋势线 长期的下降趋势线有一段距离 正好在这个阻力线附近就被打回来 目前情况非常类似 只不如说它这个下降趋势线越来越低 而且它目前这个短期的下降趋势线 也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而且这个虚验式的这个阻力线也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这一块往下走的可能性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没有超过你再等一等 但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 它会回到这个阻力线 或者是这个列底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这个阻力线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讲过 它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下降趋势线 你要按道士你的一二三法则 倒是过了这个地方呢 这个三点就是说这个道士法则一二三法则 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倒是车时这个 到士你的一二三法则是没有破就往上走了 但是上面这个阻力 这个虚验式的线 短期的这个下降趋势通道 长期的下降趋势通道 这个都是非常强的阻力 所以它很有可能重新回来测试这个第三点这个位置 当然它不一定exactly 它有可能比这个位置要高一点回车的时候 大概是18块钱左右 这个时候你进场就比在这个地方进场 这个风险要低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做股票 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盈亏比 你要是在这个地方进场 那么它往上的阻力有多大 向上的空间也多大 那么往下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你都要考虑以后 你才决定这个地方要不要进场 我们再看一下小空气息 那么小空气息在这个几大 所谓的中国这个新能源 其实有时候走势最弱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PG也知道 它上市实际上不长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是离到这个当时最低点 就是IPO以后这个最低点已经非常接近 大家可以从数值看的非常清楚 但历史最低位17块1毛1 目前18块9毛2 你把我说法非常接近这个历史最低位 所以你要是从大的从近期来看 它实际上是在做一个M头 但如果说因为它在历史最低位 你要是说从这个底部的结构来看 它实际上是在做第二条腿 也就是这个是第一条腿 这个是第二条腿 这个第二条腿正好来到这个景前的附近 所以如果说你看好这个小空气车 你比如说它可能不会退市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进场点 在这个附近 大干的事件 这个地方大会有一波反弹来完成 这个实际上是颈线 这是第一条腿 所以最后大会形成一个WD往上走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思路 但是潜力条件 你评估了这一家公司的风险 我们看理想其实 那么理想其实在这一国里头 在中概股的这个新能源气势里头 所以走势比较强势的 到这一国拉伸非常快 但是也开始回调了 大家记忆 到这个我们看一下均线就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均线 我们说像这种10天线 5天线 跟这种月线形成一个史差的时候 几根线 那么跌幅度非常非常大 目前来看 大家记忆就是说 它这个月线 跟这个季线 也形成了一个史差 快 就是目前这个季线还是拐头向上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差 等哪一天这个季线拐头向下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你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跌破了所有的短期均线 正好卡在这个 5天均线的附近 但是它长期的均线 连线跟半点线 它还是占上的 所以这个走势比刚才那个 所谓那个小空 其实要强非常非常的多 它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这个跳空缺口 大家计计它是28块20元 这个地方 要是跌破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它很有可能要来到这个 趋势线的这个附近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百度 那么百度相当于是中国的这个Google 那么走势就没有Google那么强了 大家看这个是一个瘦链三角形 很明显 它是在这个瘦链三角形的上眼没有过 被打坏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适合进场了 而且它也跌破了这个重要的这个支撑线 所以我猜想它很有可能 那是重新来测试这个瘦链三角形的这个下沿 或者这个瘦链是这个附近 这个支撑线 来到这一块 你就可以进场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京东 那么京东也是那个旅股神也是比较看好 它应该是建仓这些股票 应该是建仓的比较多的 它也是形成了一个瘦链三角形 它这个瘦链三角形的 这个时间跨的要长一点 从基本上从最高点开始吧 进来的就是说 那么到目前来看 它正好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 你必须要评估一下这个盈亏比 那么你从水平的一个支撑来看 这个阻力线应该是比较大的 到这个股票形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礼拜五的时候说了一个实体的英镑 基本上是我光头的英镑 这种股票形态也是比较看跌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很有可能 要回撤这个支撑线 大概是62块钱左右 你看能不能站稳 最好的方式它能回撤这个趋势线 也就是这个瘦链三角形的下沿的这个附近 进场是比较合适的 它目前这个上升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只是说它这个高点 能不能过前面的这个反弹的高点 这个就是你关注的重点 我们再看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巴巴实际上 礼拜五下跌1.89% 阿里巴巴这支股票我前面也讲过 它前一段时间也是受消息的影响非常大 它来的不过上升 这个上升的幅度有点像苹果一样的非常大 但是它下跌的也快 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头部 然后在这个地方重要的这个支撑线附近站稳 也就是这个跳空缺口附近站稳 现在往上重 那么目前来看 你从黄金风险的角度来看 它实际上也没有过这个50%的线 这位置它是91块 就是100 100年2块钱左右吧 没有没有过 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前也说过 大家有看过视频 如果说它从最相对的这个高点 它这个最低点 如果它能够突破这个50%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继续往上的反弹 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如果说它这个位置被打回来 就是个时髦条 你比如说最明显就是这个地方 2020年8月4号 它就没有过这个50%的线 就被打回来 它又重新测试这个支撑线 这一次是第二次测试也没有过 它有可能礼拜一的时候重新测试 如果说礼拜一里边还不能过这个50%的线 100年2块钱左右 那么它很有可能要重新回来再测试 至少这个颈线 就是前面这个WD的颈线 甚至来到这个跳根缺口的附近 这个都有可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BiniBini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B站就是说 那么它也是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 一个收敛三角形 实际上它上午礼拜是它突破了这个上沿 但是礼拜五一根光头的英镑 实际上又跌回了这个颈线的 这个收敛三角形上沿的下面 而且这个看见形态非常非常肯跌 大家看一下这根线完全吞噬了这根阳线 这个英镑礼拜五的 吞噬了这个礼拜四的这个英镑 这个是比较看跌的一个形态 所以但是它底下这个跳根缺口 这个支撑也是比较强 所以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 你就好等一等 你等到方向明确以后 你再决定是不要进场 我们再看拼多多 拼多多这只股票也是比较 它这个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 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它历史最高 也曾经超过212 但目前不到58块 所以这个中概股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高 大家可以从大的皮革就看 它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头部 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么短期来看 它也是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 它目前来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它实际上已经是 大家看一下礼拜五下的3.78 受了一个光头的一个英镑 跟刚才前面的这股票非常非常的类似 这个时候你再等一等 就是说 它有可能重新往上冲 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上沿 还有一种跌法就是跌回来 就是说 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走 目前都不适合进场 因为它往上 后年的空间并不大 它即使往上走 而往下走相对的说 这个可能性 这个下降的空间更大 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 这个实际上是台湾的一支股票 所谓台湾的护果神山 这一支股票是比较优质的 我以前讲过 它实际上代表了 尤其是那个先进制成 就是那些芯片代工的 那些两奈米三奈米 实际上是独一窝的 非常非常具有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 到美国还是去设厂 有很重要的原因 那目前来看 它又跌破了这个短期的这个上升 确实线 你也可以看它 实际上 近期走的一个收敛三角形 但是跌破了这个下沿 而且它这个看下形态也不是太好 但礼拜五这根英镑 已经完全吞噬了礼拜四这根阳镑 走势非常弱 我更认为它会测试这个底下的支撑线 也许83块7左右 你看这个线能不能站稳 因为现在这个半 它说这个半导体行业 跟那个英伟达 跟AMD说一类的 所以一个一个行业 尽管它这个上下游不一样 它主要是做代工做制造的 不是做芯片 它主要就是做芯片帮那些代工 不是十二级方面的就是说 所以这一个线要是守不住的话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它还会说不定在这个跳工缺口 这个附近七十八七十九左右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明天交易训练 周末愉快 拜拜